《中國太平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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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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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這裡是《中國太平保險》 《鳳凰全球連線》 我是盧琛 第六屆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開始提名 正式的選舉日期定在5月8號 而當下呢 香港抗經疫情依舊是重中之重 這也考驗著特區政府的能力 香港在今天是新增3138宗確診 連續兩天低於4000宗 確診的宗數回落到 近半個月以來的最低點了 香港在過去一天 還新增了90名的患者離世的數字 而中央遠港抗議中醫專家組組長 童曉琳表示 在與特區政府中醫藥界 和西醫同行深入溝通 加上相對全面的調研之後 達成了共識 將會繼續把減少死亡 減少重症 和減少感染作為工作重點 優先處理老年患者和疫苗接種 同時把3億也就是 一懂疫情一得作為落腳點 使中醫持續能夠造福香港市民 儘管奉勸連線 我們在香港的現場 有多路的記者和專家 有本台記者林秀琦 和記者吳新淳 以及特別請到 中央遠港抗議中醫專家組組長 童曉琳先生 以及中央遠港醫療隊副領隊 張忠德先生 還有香港時評論員 顧一敏先生 大家共同聚焦 香港抗疫 進行時周延的特等報導 香港第五波疫情 延宕至今已過去三個月 奧密克戎的影響 逐漸明朗起來 過去兩周 香港疫情自高峰明顯回落 截至4號零時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3138例 連續三日低於5000例 抗疫進入決戰期 港府大規模派發防疫包 裡面裝有多種防疫物資 並預計在7天內發完 中醫藥防治新冠疫情成功有效 在內地抗疫時間中早獲證實 香港決定在中醫藥發展上奮起直追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表示 已將中醫藥納入香港醫療系統 未來將會研究 在制度和政策上如何拆牆鬆綁 林鄭月娥曾形容疫情驚濤駭浪 香港疫情目前呈現逐漸受控趨勢 是中央 內地和香港強大抗疫合力的結果 也是社會各界廣泛動員 努力抗疫的體現 在亞博館新冠治療中心 目前有400多名病人在這裡接受救治 其中8成都是確診的長者 而在館內忙碌的近400名內地醫護 獨立負責起紅區內的6個病區 在他們的協助之下 病患不僅可以得到更高效細緻的照顧 社區收治能力也大幅提升 港方的醫生和內地的醫生 都各地獨立存放的 獨立存放的 經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跟著實際進入去巡訪 在紅區出發入資料 個案討論 我觀察得到 其實他們已經很熟悉 香港的電腦系統 根本就不存在太大的困難 這些內地醫護 不僅臨床經驗豐富 他們身上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 也令香港醫護贊不絕口 我覺得都是因為這個使命感 我想港方的醫生也是 內地的支援員隊也是 都是一個使命感令他們在這裡做 其實在文村地震的時候 香港有醫生去過內地 我可能都會覺得 我都有任何一個使命感 要回到內地幫忙 第五波疫情以來 為應對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危機 香港逐漸形成了中央權力支持 特區政府承擔主體責任 愛國愛港力量全面參與的 三位一體抗議格局 眼下疫情雖然明顯放緩 但絕不能夠掉以輕心 在英國發現的 奧米克戎XE新型變種病毒 在當地雖然未成氣後 香港也尚未出現相關感染個案 但專家表示 仍然值得密切關注 不負使命 怎樣評價內地 可以與香港醫護協同抗議 趁熱打鐵 如何探索香港常態化社會動員機制 重組變異 奧米克榮新變種 對香港殺傷力幾何 獨目不成零 抗議須同心 好 隨著香港的確診 連續兩天都低於4000宗 市民真的是有一點鬆離口氣 感覺是不是真的漸入佳境了 究竟這一回 香港是如何做到 內地和香港的醫療人員 又做了怎樣的通理合作 怎樣的經驗 我們今天都會持續地分析到 好 首先我要請教的是 我們特別請到 中央遠港醫療隊副總領隊 張忠德先生 好 張先生 我們想請教您的是 帶領著中央遠港的醫療隊 已經到香港持援半個多月了 究竟您如何分析 當下香港的疫情的走勢 確實是慢慢地緩了下來 大家可以鬆一口氣了嗎 整個的內地醫療隊 有哪一些經驗 應用到了香港的抗議當中 這當中遇到哪些困難呢 好的 我們來了差不多三個星期 那麼在這個治療 是有效的 而且是非常有效的 那麼我不是這個流行病學專家 和這個指控專家 我是個臨床治療的醫生 那麼我們在這個 跟香港的同學合作治療的過程中 我們內地的醫療 我們內地的醫療隊 比如說我們這個醫療隊提出來的 比如說我們醫療隊提出來的 細化交班 細化管理病營 分組協同 這些很多好的方法 都在廣泛地使用 我們中醫院專家組 建議地提出的 三億 易懂 易德 易吉 那麼也得到了廣泛的推廣 得到了廣泛的推廣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跟香港的同學一起 協助他們做了一些工作 也得到了他們的應可 得到了患者的應可 對 張禮隊談到 這樣的一些工作經驗 也希望接下來 成為一個長效機制 長期地給香港的社會 帶來更多的福利 我們也想再請教的是 我們的記者林秀琴 在這之前我們先看一段 因為大家很好奇 究竟內地的醫療工作者 和香港的醫療工作者 當這個普通話遇到廣東話 他們是怎樣的那個工作狀態 我們先看一看 現場的一段聲音 我們待會再請秀琴 做具體的分析 我們都講廣東話為主 尤其是我 我為了搞氣氛輕鬆一點 我一開始都曾經試圖 用普通話講的 不過我發現我講完之後 我自己都失笑了 那我都收了聲了 我用廣東話 那大家都開心的 聽得明白我講什麼 他們有時候都會用普通話 又可以用廣東話 又用普通話 那普通話那些 我就不好意思 你慢一點 要慢一點 那一樣是聽得明白的 所以溝通都不成問題 好 這部份 我們要請出我們的記者 林秀琴 秀琴 剛才這段採訪 應該是你在亞伯館現場 採訪到的內容 你也在現場觀察到了 究竟內地和香港合作的 是從什麼樣的狀況 首先我想請教你的是 當你第一次去到亞伯館 這作為這回香港抗議的 一個重要的陣地 在現場有怎樣的觀察 其實我進到那個亞伯館 我發現其實亞伯館裡面 它是分成了四個展館 目前為止只開放了兩個展館 這兩個展館裡頭 它分成了八個病區 我在現場觀察的是 內地醫療團隊 剛剛張忠德教授也提到說 已經在裡頭 將近三個星期左右 所以大家是非常熟悉 整個工作流程 所以目前在亞伯館裡頭 這個八個病區當中 有六個病區是交由內地醫生 來負責統籌獨立尋防 那麼有兩個病區 是交由香港醫生的 但是雖然每天早上 兩地的香港 這個香港的醫生 和內地的醫生 會進行一個獨立尋防的作業 但是到了下午兩點鐘 當時我也是進到這個時間點 到亞伯館去採訪的 我發現兩地的醫護團隊 大家都會聚在一起 大家都會開會討論的是 針對一些比較複雜個案 來展開一些細微的觀察 要找到一個最佳的治療方法 那麼這種協同合作的模式 就在亞伯館 就是一個方式 大家團結起來 那我在現場採訪 您剛看到的是一個香港醫生 他在接受我訪問的時候 他又特別透露說 他最佩補的是內地團隊 這種高校組織的動員能力 因為他們大部分的一些隊員 都有過去抗擊和疫情的經驗 所以他們利用過去的經驗 也把這些模式 就引用到亞伯館裡頭 在裡頭實施了一個 叫做分區負責制 就是在亞伯館 會有共同的一些醫生 同一批的護士 共同來治療一些 特定的一些病患 所以因為有同樣的醫生 護士照樣同樣的一些病患 所以每一位醫生護士 都會非常清楚 以目前為止 照顧的這個病患 他的一個治療的情況 會適時的給予援助 所以香港醫生 在接受我們訪問時 他表示 從三個星期 內地醫療團隊 投入進來之後 整個亞伯館的救治 收治病患的能力 還有護理水平 是得到了大幅提升 根據內地醫療團隊 給我的一個最新數字 是在4月1號 他們統計顯示 目前在亞伯館裡頭 這八個病區 不管是由內地醫生 所管理的 以及香港醫生所管理 加起來的八個病區裡頭 目前共收治的確診病患人數 已經多達了397位 而這個數字 也創下了收治病患人數 在亞伯館裡頭的一個最新高峰 我在現場還有一個特別觀察 是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在亞伯館 一個入口處 有一個小桌子 桌子上放了很多的鮮花卡片 我仔細看裡頭的署名 都是一些被內地醫護人員 在裡頭細心照顧之後 康復出院的一些患者 他們派人招來的一些 感謝內地醫護人員的一些 心意的卡片還有鮮花 所以也有內地醫護團隊跟我們說 當他們決定要全部武裝 穿著全套保護服 要展開紅區 參與這些治療作業的同時 他們都會先在路口處 先瞄一眼這些鮮花卡片 也成為他們要支撐下去的 一個動力來源 哇 好暖心啊 秀琴這個觀察 確實在藥博館 既有專業的醫療團隊 也有很溫情的這種 醫護和病患之間的交流 我們另外一組記者呢 吳新淳現在也請出來 我特別想請教吳新淳 尤其在我們整體的 兩地醫護合作的內容當中 當然中醫院很凸顯 這回中藥確實在整個 新冠的救治當中 也是有明顯指示性它的一個優勢 所以包括您請到現場 是佟曉玲 所以我也請教一下 究竟你會帶給我們 怎樣的一種現場的觀察 好的 陸琛 那這一次呢 我們也很有幸在現場 邀請到了這一次 中央遠港抗議 中醫專家組的組長 中國科學院院士佟曉玲 院士接受我們的訪問 佟曉玲先生您好 您好 那我們都知道呢 中醫講究這個三陰制宜 就是陰時陰地陰人 在不同的地方呢 針對不同的人群 制定不同的治療方案 那這一次您抵達香港之後 您覺得在香港 這樣比較濕熱的一個環境之下 針對香港的群體 如何更好的運用中醫藥 去治療新冠的病患 香港呢 處在中國的南方 周邊都是海 所以總體來說 如果是在夏天的話 那這種濕熱就會比較明顯 有了水加上有熱 蒸發起來就是濕熱 但是要因地 因地剛才說因香港這個地 濕氣比較重 那麼還要因石 這個石的話呢 在夏天的香港和冬天的香港 還是很不一樣的 那麼冬天的香港應該說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濕冷 或者陰冷的感覺 那麼陰人的話呢 香港這個 這次的第五波疫情啊 因為老齡化社會 老年人比較多 而老年人得了之後呢 轉為重症的就會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在這個 特別要關注呢 老年人 就是易優先 優先老人 那麼在這個群體治療的時候 除了我們通常說的 注意變 中醫來要辨別是寒 是熱 是濕之外 要特別注重的 就是虛和瘀的問題 那麼虛呢 老年人多數都存在著一些 肺 脾 肾的虛 要用中醫的調補的方法 還有呢 就是得了新冠 這個本身呢 就是中醫講 就是在上膠心肺 影響到呼吸循環系統 它影響到氣血 所以在治療的過程中 包括在康復的過程中 都要注意 活血 化育的一些智責 所以呢 要因食 因地 因人來質疑 那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呢 我們也是想要請教同院士 那香港呢 是計劃在這個2025年 建成一個香港的中醫院 那您認為 通過這幾天的走訪 您覺得香港當前 這個中醫的發展基礎如何 是否還需要在一些方面進行提升 香港的中醫呢 應該是非常有傳統的 而且很多的是 這個是傳統中醫 繼承的很好 由於這個政策的一些限制 那麼它和內地的這個中醫 是相比的話呢 還有一些欠缺的一些地方 那你比如說 這個不能夠進醫院 不能夠在重症病房去診療病人 這種情況呢 就相對的出現了一些這個短板 那麼在未來的話 如果有這樣的中醫院 特別是能夠開展一些 以中醫為主的治療 包括一些中西醫結合的治療 包括這個未來呢 在這個教育上 在人才培養上 來這個補短板 能夠在中醫藥的人才方面呢 更加全面一些 這樣呢 再遇到一些 像類似於現在這個新冠 這種突發疫情的時候呢 它可能介入的 就會更加深入 全程 就會取得更好的效果 好的 那感謝同學人士 接受我們的訪問 現在呢 就把時間交還給主播 好 確實啊 佟院長也談及到這個中醫 不僅僅是對急症啊 對一個胃病 對於整體的人的條理 是更有它的價值所在 好 另外在香港現場呢 我們要請教郭一鳴先生啊 郭先生 有一個時間點在這兒 我想請教一下您 因為現在畢竟是新一屆 香港特首已經開始提名了 這個選舉開始提名了 之前是因為疫情往後延宕 那正是現在選舉日期 定在了5月8號 所以我想請教您的是 在當下這個選舉 又進入到了一種 開始的一個階段 和現在的抗議 是一種怎樣的一種互動關係 對於特區政府的考驗是什麼 今天呢 林鄭月娥在宣布 她不參選下一屆的特首選舉了 那麼她同時也強調 她一下的任期到6月31 30號之前的主要工作 仍然是抗議 就是抗議還是壓倒一切的這個任務 所以這個呢 我相信呢 也在相當就是在新舊的 新一屆的特區政府成立之前呢 那麼這個抗議工作 仍然可能是重重之重 但同時也不可 這個我們不可否認的 就是未來新的一屆的 這個特區行政展官的這個選舉 本身也有一些工作 需要處理很重要的一些工作 那麼這兩天包括做在傳言 有一些特區政府 現任的一些重要官員 也可能要參選等等 這都會對於現在的這個 特區政府的本身的一些運作 帶來一些影響 那毫無疑問的 那麼這個新一屆的這個特首的選舉 如期進行中間有一些工作 需要協調 需要調整 但是抗議絕對不能夠放鬆 現在大家都在關心的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第五波的這個疫情 什麼時候能夠回到這個三位數 兩位數 然後整個社會能夠恢復正常 如果能夠在一個疫情非常緩和 平穩的這樣一個氣氛下面 就5月8號進行特首選舉 那大家的心情當然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選舉和疫情都重要 但是大家更關心的 可能現在最新的這個情況 可能對特首這個選舉 可能更關注 但疫情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 仍然是重重之重 確實抗擊疫情也是愛國者治港的 一個重要的考驗 好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記者 林秀琴這邊 秀琴我想請教你的是 其實可能近距離觀察 內地和香港的醫療人員的交流 這兩天的持續採訪 你的心得也比較多 所以我也想問一下香港的醫療人員 對於內地醫療人員的一種工作模式 他們做怎樣的一些評價 是的 其實我剛剛進入到亞博館 現在叫做新關這道中心裡頭 我剛開始一看的時候 我幾乎分不出來 到底誰是內地醫護人員 誰是香港醫護人員 因為兩地醫護人員是在同樣一個工作場合 在用同樣一個電腦 後來我近距離觀察才發現 原來內地醫護人員他們喜歡戴綠色的N95口罩 那麼香港醫護人員 香港護士喜歡戴平面的白色的口罩 那我們剛剛有位受訪者 香港的醫生他戴的就是藍色的N95口罩 所以我只能透過這種口罩上的分別 還有包括可能近距離看到他們的胸牌 才發現原來他們可能是內地的醫護人員 或是香港的醫護人員 那在裡頭其實大家非常關心的 就是兩地的一個協同合作的一個情況 那其實香港醫生 這個歐陽醫生就跟我分享 他非常佩服的是內地醫護人員 這種團結合作的一個制度化的一個模式 那這種做法過去在香港是沒有的 那同樣其實兩地的一個溝通合作的過程 也是非常的順暢 我要補充說明的是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內地醫護人員 有將近400位目前是投入在 亞國館的一個救治工作 那大家其實大部分都來自於廣東省 所以其實我在裡頭聽到最多的一個語言 就是廣東話 所以我一開始就覺得 的確自己就是香港的亞國館 但其實近距離一看 就是內地的醫護人員 他在用廣東話 在和這個香港的醫護人員交流 所以剛剛這個香港醫生 歐陽醫生他就說 有時候他會回敬一下 他會用這個所謂的港譜 就是有點港腔的普通話 來回一下對方想要搞笑一下 但他也表示說透過這樣一個方式 其實可以軟化彼此 這樣一個這麼嚴肅的氣氛 並且是在一個新冠治療中心裡頭 這種高壓的方式在合作 那同樣有一個觀察點 我特別想要分享 是我在裡頭也採訪了很多位的 這個香港物理治療師 他們說其實大家經過幾個星期的一個相處 是特別的能夠了解彼此 那有很多位呢 其實是從香港爆發 第五波疫情以來就已經在裡頭工作 所以他們也特別能夠理解呢 這些內地醫護人員 離鄉被頂來到香港的一些事情 好 確實啊 這現場既有嚴肅也有活潑 我們稍然休息之後回來繼續聊 一會兒見 好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我們繼續關注一下 中央和香港特區 這次在抗議的一個通力合作 很多談到尤其是對於 得了新冠之後後遺症這個問題 大家都非常關心 這一點呢我想請教一下 中央遠港醫療隊的副領隊 張忠德先生 張領隊如何看這個後遺症 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程度 好的 我們看到很多報導都在報導 新冠患者康復以後出現的不同的後遺症 那麼我們根據我們臨床的觀察 這個新冠肺炎部分患者 確實有一個比較多 或者比較常在的後遺症 這個後遺症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咳嗽 就是覺得不夠氣 就是覺得不夠氣 疲憊 乏力 還有情緒上的焦慮 失眠 有些患者會有一些心悸心悸心跳和汗出 那麼這些病患者的症狀 它由於它就跟我們平時中央辯症的治療一些大病後出現的症狀 有些相似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中醫藥在防治治療這種新冠肺的後遺症方面 有它獨特的優勢跟療效 咳嗽的 那麼我們用補肺宣肺的辦法 我們那個方案治療非常好的 就是失眠多夢睡不了覺 焦慮的 癢肝 補氣 健脾 你看 心慌心跳 皮膚全身發力的 那麼我們用溫癢補氣的辦法 那很多症狀很快都會消失 而且有些患者是由於它肺部的吸收 病造吸收的不好 而用著中醫藥治療以後 它也會加快它的病造的吸收 所以香港這一波疫情 那麼後遺症的出現 更要求我們加大加快中醫藥 在治療出現後遺症的患者的 這種全覆蓋 更應該讓我們這個提出來的 三億一懂一得這些 一能夠得到三億之中 這個方案更應該落實普及 這個中醫藥在新冠肺炎的 後遺症的治療是大有所謂的 好 最後30秒時間 顧一鳴先生 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 這會通力合作 有怎樣的一些啟示 我覺得有一點就是 內地對中央對香港的支援 說到說到全方位的有救避應 這一點大家都看到了 另外一點點 也讓香港的市民看到了 中醫中藥在這次治療這個疫情 抗擊疫情發揮的重要作用 這也是香港通過這次的 和內地的合作的抗議 中央對香港的支援 共同建立這種拉近的內地的距離 了解了內地的中央對香港的心意 以及對中華傳統中醫中藥文化的 更進一步的了解 好 非常感謝各位嘉賓參與節目分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幾年 ุ劉 ご會 cozy 起壞 空中 全體 無可 你